没有任何人可以 就算是屈辱的审判 我硬下来 你去问问我边境上的十万门王 他们答应不答应 即将归老的大将军夏侯 可以敢与唐王拔剑乡下 有恃无恐 就在数日之前 夏侯一直摇摆在大唐与西陵之间 竟然为了一颗通天王而站队西陵 天下多少修行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一颗 足以让你瞬间突破到五道殿峰 你要敢于用神器 来结束自己的幸福 通天王不仅让你起死无生 而且能获得举世无双的意念 面对通天王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 夏侯毅然接过了通天王 又在机缘巧合之下 遇到魔宗天下行走唐 手持为魔宗圣器的双刀 要为荒人清除魔宗这个叛徒 唐与夏侯修为实力均为之命上品 一个手持圣器宗主的双刀 一个身穿书院打造的伏甲 明光神凯 两人刀甲相交数个回合 发出阵阵嘶哑尖利的刺耳声 嗡嗡连绵不绝 你算荒人难下 我没有派正备军阻拦你们 你应该很清楚这是因为什么 你这算是这荒人的恩赐吗 你永远都是荒人的叛徒 我还轮不到 你来止搜我 夏侯说罢两人再次近身殊死活动 明光凯虽然有着超强防御能力 但是毕竟只能是防守 面对唐手中的圣器双刀多次猛攻 落入下风已是必然 夏侯已是脏腑受到震荡口吐鲜血 就在夏侯必败之际 面对唐使出最强一击必杀之时 夏侯将通天丸吸至掌中 并攻开始吸收药力 就在圣器直插夏侯腹中之时 趁着要力的吸收 魔宗圣器也随着被吞噬消失 一股强大的念力射出夏侯体外 就在夏侯从死到生之际 石海中看到了宠爱的妹妹夏天 念力回归体内境界突破 此刻夏侯达到了他半生都未能企及的高度 五道巅峰 这时唐看着圣器已被夏侯吞噬吸收 怒气直爆满腾空跃起 想在一击之下必杀夏侯 其料夏侯达到五道巅峰之后 恐怖如四一记重拳将其重伤颓背 正当夏侯有了五道巅峰强大实力之后 又有了西陵作为靠山 才有了他在朝堂之上狂妄叫嚣 十五年前 林广远将军真的通敌叛国吗 还是有一些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就是你夏侯犯下的大错 我夏侯没错 我让唐国的北京固若金汤 我一手打造的铁骑 可以随时横走诸国 为了一件往年的旧事 现在又让我跟一个小儿低头认错 没有任何人 面对如此嚣张强横的夏侯 飘然转身离开 唐王顿时雨色又惊又怒 整个朝堂顿时鸭雀无声 正当夏侯即将走出皇城之时 来下战术的宁缺与桑桑 撑着大黑伞在雪中迎来 如今早已就绪一切准备的宁缺 根据唐绿 是无法私自杀死即将归老的大将军 所以只能正式发出宫廷而又必分生死的决斗 宁缺当着所有众人之面 抽出匕首划破手掌 取出早已已好的战书 鲜血滴在战书之上 并起念力推动战书飘到夏侯手中 夏侯神情冷漠地看着战书 就在夏侯骄傲的应战之后 唐王带领着满朝文武缓缓走来 许氏将军开始宣读圣旨 夏侯与亲王李沛言都因将军府冤案 贬为庶民 宁缺听着一个个曾经熟悉的姓名 都被唐王平反 持续十五年的冤案终于沉冤昭雪 终将告尾了死去的冤魂 宁缺的神情有了些许欣慰 又有些失落 终究还是有些名字被遗漏 遗漏了谁 我的父母 此话一出在场中人为之震惊 听着宁缺质地有声地说出自己的身世 我很像是大将军的儿子 但我真的不是 我的父亲 他只是宣伟将军府的门法 叫宁贤 我的母亲 叫李三娘 他只是一个出身地剑的婢女 可为什么每个复仇故事的主角 必须是王子